大家好,我们是小强小七,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健身视频,我是小强,我是小七 那这一周呢,我们再来简单的更新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吧 我呢,是减了大概有0.3到0.4斤这样子 因为呢,我上一周其实感觉油氧做的好像稍微的好了一点 就是说我游了一次游,还跑了两次步 那从上一周开始呢,我对自己的饮食做了一些调整 就在之前的时候呢,我的每周每一天的碳水蛋白和脂肪的摄入量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每天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上一周呢,我采用了一个就是高碳日和低碳日的这种方法吧 然后呢,我是连续三天,我的碳水就是说会高一点 就是说我一天多一个香蕉的量,基本上是30克碳水 然后呢,我在另外四天里面呢,我会减少一顿主食的量 大概可能有50克的碳水 然后适当的增加可能10克左右的那个脂肪摄入 然后呢,我想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对一个脂肪和碳水的这个调整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以帮助我可能在备赛期的时候最后阶段 有助于我做一个调整吧 那我这周呢,经过上一周 教练对我的这个饮食还有有氧的调整 我这周呢,又恢复了以往的降体重的速率 这周呢,降了0.7斤 就是算一个比较正常的减体重的速度 所以呢,这周的饮食和训练就没有再更加的进行下一步的调整 看看这个速度能保持几周 那这个就是我目前的这个训练和饮食计划 那说一说,我们这周就是减脂减到这个阶段 有什么这个生理上的变化和感受吧 有一点我跟小强都感受到的就是 我们平时会感觉冷 尤其是四肢的末端 就是手和脚会感觉经常会有一些冰凉 就是即使外头很热吧 我们这个别人都不觉得冷,我们都会觉得冷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是不是脂肪越来越少之后 你就少了保暖藏物这个 有可能,因为德州夏天其实已经来了 然后我原来是喜好开空调开的特别低的 就是说我一般都是开可能22度或者20度左右的 然后现在我可能就是24度 我觉得已经要穿长袖了 感觉就跟原来挺不一样的 对,然后我在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吹热风的一个小吹风机 然后放在脚边,脚一冷我就打开吹一下 就是大夏天的我还吹热风 对,差不多就这样 那其他的就是还跟之前差不多吧 没有太多变化 那这周就是这样吧 今天这个备赛的视频呢 我们想给大家科普一下 美国这边健美健身的这些比赛赛事都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大概是怎么进行的 首先第一点要说的是美国其实这边的赛事是有很多组织的 有的组织是有要减的 就是你一定是要自然选手 不能科养 有的组织是没有要减的 就是你什么人都能去 没有要减的组织 比如说是NPC 然后NPC上面的职业组织叫IFBB 然后有很多是自然组织 就是它是会有要减的 这些组织包括比如说NGA OCB WNBF 有很多这种组织都是要要减的 那我们去的呢在6月30号是这个NPC组织 这个组织呢是没有要减的 也就是潜在就是有很多 不是说很多吧 是有可能有这个科养选手的 对我们选择参加这个呢 纯粹是因为地理优势了 就觉得这个劲 就是我们也不打算 就说因为其实如果开长途 或者哪怕是坐飞机去比赛挺累的 而且花的钱 花费可能会更高 还有租酒店什么的 对我们就选了一个时间合适 地点合适的比赛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过多期望 一定要拿第一什么的 我们就想去看看这个 自己站在台上是什么样子 所以名次对我们来说也无所谓 我们就想来这个NPC组织的比赛 那之前呢可能有些人说 你这个肌肉量就能参加比赛了 这里我要声明一下 这个比赛说是说比赛 但是其实谁都可以参加 就是说你从来一天健身房 我都从来没进去过 你只要想报名 你就可以参加 所以呢就是不要说什么 你这样子就不能比赛 你那样就不能比赛 有很多人比赛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就像我们上次去看到一个比赛 就是有一个人是比健美 但你看发现他 他这个人身材明显跟别人都不一样 然后后来赛事主办方跟我们说了 这个人为了参加这个比赛 他成功的减了200磅 这是什么概念 180斤 这人减了180斤之后 站上了这个台子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 全场人都为他鼓掌 就是说你愿意为自己的身材 做出一些改变 这就是这个可能健身 或者是健美比赛的一个魅力吧 对 尤其像这种比赛都是 其实都是一个自己跟自己比的过程 不一定所有人上去说 我都需要把别人打败 然后拿名次这样子 更多的就是一个自己给 证明给自己看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说到呢 我们这个组织呢 叫NPC 其实NPC下面呢 也有很多不同级别的赛事 有的级别呢 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赛 可能参加的人也很少 有的级别呢 它叫National Qualifier 叫国家赛资格赛 一般呢 如果你想参加这个国家赛 然后想拿职业卡的话呢 你一定要是在这个 National Qualifier的比赛上面 在自己的这个级别内 拿到前两名 你才可以去国家赛 那刚才说的 我们有这个National Qualifier 国家赛资格赛 那下一步呢 就是国家赛 国家赛之后呢 如果你在国家赛上 拿了这个小组的前两名 你就可以拿到职业卡 职业卡之后 你就可以参加职业赛 职业赛里面最高的级别呢 就是传说中的澳赛 你如果想参加澳赛的话呢 你需要一年 一直比这个不同的职业赛 然后拿积分 你的积分高了 比如说你积分排 所有人里面前30名40名 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澳赛 那我们参加的这个比赛呢 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National Qualifier 就是国家赛资格赛 我们这个比赛 如果小组拿了前两名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参加这个国家赛 当然这个就是想想完了 因为这个比赛的赢者呢 是有参加国家赛资格的 那所以呢 他参赛的选手的水平呢 会比那些不给这个资格的比赛的人 要强很多 因为有很多人 就是虽然他在健身房 比如说他的全职工作 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 但他以后可能真的是会向往职业发展 所以呢 他会很看重这一类型的比赛的 那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有不同的组织 然后组织下面 还有不同级别的比赛 那我们再讲讲这个 每一个比赛下面 大概细分有哪些分类啊 比如说他分男生和女生嘛 男生最大的那一类就是健美组 健美就是你肌肉量要求是最高的 往下一个级别呢 叫古典健美 这个呢 他比这个健美的肌肉量要小一点 他是有一个体重上限的 比如说你身高多高的时候 你体重不能超过这个数字 超过了你就比不了这个古典健美了 你就只能去比正常的健美了 古典健美再往下 再小一个级别呢就叫男子形体 或者叫男子健体 这就是我跟小强准备去比的这个级别 是最小的一个级别 对 就是在如果按拳击来说 这就是饮量级的是不是 饮量级轻量级这个感觉 然后女生这边呢 也有对应了他们的这个级别 也跟男生这边差不多吧 只不过名字不一样 最底下的这个级别呢 叫比基尼级别 那我们刚才说了 有这么多的一个健身组织 然后又说了组织下面有这些大类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每个大类下面呢 具体的分组 一般的比赛呢 都会有这么两个组啊 就是新手组和公开组 新手组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新手组里面 从来没有拿过冠军的话 你就可以一直参加新手组 如果拿了之后 你就只能参加公开组了 那我跟小强从来都没有比过赛 我们当然是要参加新手组的了 当然同时呢 我们也会参加公开组 看看我们在这个所有人里面 是个什么样子 那每一个组下面呢 还会细分成各个的小组 这个是按什么分呢 就是按身高分的 如果人越多的话呢 你这个身高就会分得越细 比如说1米68以下是A组 然后1米68到1米72是B组 然后以此类推 如果人很少 比如说你这个比赛 这个男子健体只有10个人 那可能就分两个组 比如1米80以下是一个组 A组 1米80以上是B组 这个样子 当然了 这个是男子健体 是按身高分的 健美的话 是按这个体重分的 但我们不比健美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那这个比赛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小齐刚刚讲完了 这个健身健体比赛的一个分项目和分组别 那我来讲一讲那个健体比赛 具体男子健体里面到底比的是什么吧 从官方的信息来说呢 主要是比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就是你的整体的肌肉的比例 然后肌肉是不是对称 然后还有就是肌肉量和一个体脂率 那先说一说这个比例的问题吧 就是说整体来说呢 你不希望某一块肌肉特别特别的强 另外一块肌肉特别弱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胸特别大 但一看胳膊特别细 这就看起来来说不是那么好看吧 当然了一个比较好的比例 可能正常人都比较好理解的 可能就是说你的肩要相比你的这个腰要宽的比较多 可能你看起来跟像一个倒三角的一个形状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一个对称性 就是说你可能不希望有一边的肌肉 比另外一边的肌肉明显的大 就从上一次比赛来说吧 那个第二名和第一名差在哪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第二名其实它的肌肉是不对称的 它有一边的肌肉比另外一边的肌肉大很多 所以呢 虽然它整体的形态感觉非常的完美 尤其是它摆侧面的时候 但它真正把正面给裁判看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差别了 跟第一名来说 然后呢 就是肌肉量和你的体脂率 是要达到一个非常协调的感觉 这个就很主观了 说真的也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肌肉量大更重要 还是说体脂率特别的低更重要 因为呢 它有一个说法是 就是说如果你的肌肉量太大了 其实是会扣分的 这就很矛盾了 而且还说如果你体脂太低了 有点像健美选手那种 就是说每一个那种 vascularity是什么 就是说全身爆血管 全身爆血管也是扣分的 它要你传达的是一种 就是说正常一个锻炼的人 就能获得的一个身材 来更好的激励人去 进入健身房撸铁什么的 但是呢 就是根据啊 这个我教练告诉我的经验来说 一般这种业余的这种比赛来说呢 这个它叫conditioning 就是你的体脂率了 呃的重要程度呢 是比肌肉量的重要程度要更大的 就比如说一个人 这个肌肉量非常大 但是他体脂减的不是很低 和一个肌肉量比他可能小个10斤20斤的人 但是他体脂率很低的话呢 这个小10斤20斤体脂低的人呢 更有可能啊 赢过这个肌肉量很大 但是不是很干的这个人 当然了 这是比赛的一个初衷 就是说你练的这个男子健体的身材 应该是正常露铁的汉子们 都能达到的一个身材 但是呢 你去看看奥赛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男子健体那个身材 我这辈子估计悬 对 因为他这个竞争很激烈嘛 这个这么多人都在比 比来比去 他这个最强的 其实就有点越提越高了 对 其实他这个比赛开办了这么多年 每一年的这个参赛选手的这个平均体重 都在往上走 这个是没法避免的 因为你台上两个人站一块 一个人比一个人大一些 然后干一些 那个人就会赢 然后大家都会朝着这个第一名努力 所以大家最后越比越大 越比越大 就是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第二点 这个是比赛官方上专门说出来的 就是说你要给观众传达一种非常正能量 非常阳光 就是说你的个性 这里面呢 其实跟健美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尤其是如果小伙伴们看过一些健美比赛 他们其实在展示肌肉的时候 面部的表情是非常非常真定的 有时候呢 你看那些健美选手 虽然说他们也在露着笑容 但他们的笑容都是 这样笑 我个人觉得实在没有什么亲和力 但是呢 男子健体有明确的要求 就是说你其实是要非常正能量 非常阳光 感觉到你这个人非常有亲和力的 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我们拍视频 其实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 因为可能不断的面对着镜头练习笑这个 这个技巧嘛 虽然也算技巧 其实你想一想这个你要在比赛上这个展示出一种很自信的这种笑容 其实也挺难的 因为你在台上肯定要想着崩你的肌肉嘛 显得你肌肉更好看 你一崩的话 其实你脸不脸上的肌肉也会不由自主的崩起来 很有可能你就忘了就是要保持一个自信的笑容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 我们也在这个努力当中 对 那在国内的小伙伴 如果比如说你健了几年生了 然后想这个去参加个比赛 跃跃欲试的展示一下自己的话呢 但是不知道国内比赛是什么情况 什么规则的话呢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国内的比赛是个什么情况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